觀眾說美都茶餐廳 他想問217淡仔 他買入價2.7 他說接近摸頂 他說淡仔出NFT對股價為何沒有幫助 因為現在的Crypt 都堆成這樣 究竟有沒有機會想回他的買入價2.7 他說如果是的話他就會沽了 因為首先回應NFT為何沒有幫助 因為剛才提到就是你近期的虛擬貨幣都跌到 NFT 也有少許相關性 因為背後都是靠ETH去做Trade 所以比特幣 ETH 全部都這樣跌 說沒有影響到價 一定是有影響 所以無論實際的價格或者氣氛 這個更加大影響 所以你說這件事 其實對於一眾不要說淡仔 近期廣股裏面一些所謂虛擬貨幣概念股 其實都是要跌的 其實這樣說淡仔已經不算很大跌 所以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這件事而突然有一個炒上 除非整個虛擬市場是強了很多 現在暫時看起來都很難一點 還有淡仔來說 就是撇除這件事 因為其實你搞NFT 我想都是一些類似機密的 就是佔比也不太多了 但是本業來計當然是算穩陣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件事也都很關聯 香港一些經濟或者是疫情 雖然之前疫情之下它有很多的外賣生意 但是近幾天又再說有少許升溫 所以這個都會有少許拖累 你看到股價其實都是壓著一些軍線樓下 當然這樣說其實軍線它本身就差不多攬在一起 其實很容易升穿 很容易裂穿 但是現在就壓著在樓下 無論如何都是 所以我覺得要先捱住 暫時來說 2.7%其實你又不算太高 因為你現在只是輸了2.5% 其實還未夠1成 1成左右 不是特別多 但是我覺得也要先定位去離場位 如果向下 不要說是否要看2.7% 如果向下跌穿某些位置 考慮走一走 譬如可能跌穿2.4% 我想2.4%是關鍵少少的 如果短期跌穿這些位置 真的考慮去死蝕離場才會好些 如果不穿的 你先博它慢慢站定 但不想真的2.7%至2.8% 我給你可能取回你抹價 或者是賺少少 到時考慮走一走會好些 是